纸和墨打官司 最近,文具法庭处理了黑墨水弄脏白纸的官司。 黑墨水被钢笔拌了一下,墨汁洒了出来,溅到了白纸上。 白纸生气地说,黑墨水很脏,我被它弄成这样,谁还想用我? 黑墨水摆摆手,我的墨汁一直很干净,怎么会弄脏白纸呢? 黑墨水和白纸互不相让,于是,法官朝证人钢笔点点头,钢笔跳进墨水瓶,用笔尖沾了一点墨汁。 它在白纸上小心翼翼地画了几笔,原本黑色的斑点,立马变成了漂亮的花纹。 白纸惊讶地看着自己,眨眨眼,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 我宣布,黑墨水无罪释放。